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毛里求斯是一个位于印度洋 马达加斯加以东的小岛国 它以美丽的海滩 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 以下是毛里求斯的一些热门景点和活动 参观庞泊穆斯植物园 Pump Lemesis植物园是毛里求斯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 花园里生长着各种热带植物和树木 包括巨大的睡帘和高耸的棕榈树 游客还可以看到一些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和花卉 使其成为大自然爱好者的庇游之地 探索黑河峡谷国家公园 黑河峡谷国家公园是位于毛里求斯西南部的一个保护区 它是各种动植物的家园 包括稀有鸟类如毛里求斯红笋和粉鸽 游客可以徒步穿过公园欣赏壮丽的瀑布 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和岛屿的全景 在海滩上放松 毛里求斯以其迷人的海滩而闻名 那里有清澈的海水 白色的沙滩和一系列水上运动 岛上的一些顶级海滩包括 Tru Oaks beaches Mount Troisi和Flick in Flack 游客可以去游泳 浮潜 水废潜水 或者只是放松和沐浴阳光 参观七个彩色地球 七色地球是位于Shamoreal村的一种自然现象 该区域由七种不同颜色的沙子组成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色调 游客可以在场地周围散步 近距离观察各种颜色 使其成为一个独特而迷人的景点 浏览历史遗迹 毛里求斯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游客可以参观多处历史遗迹 以了解更多关于该岛的历史 一些顶级景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Abrava Seagate 作为契约劳工的中转站 以及尤里卡之家 一座十九世纪的殖民地豪宅 以作为博物馆保存下来 品尝当地美食 毛里求斯美食融合了印度、中国和欧洲的影响 使其成为一种独特而美味的体验 游客可以品尝咖喱、咖喱角、印度香饭和Rugel 一种以番茄为底料的烙味炖菜等菜肴 还有几个街头食品市场 游客可以在那里品尝各种当地美食 总之 毛里求斯为游客提供了广泛的活动和景点 从探索自然奇观 到了解岛上丰富的文化遗产 无论您是寻求冒险还是休闲 毛里求斯都是热带度假的完美目的地 毛里求斯美食